我们女儿发病的时候 柳如烟把好不容易等来的心脏拿走 给了他白月光的儿子 然后 我们的女儿死了 更绝望的是 我得了癌症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尽心尽力地照顾白月光的儿子 直到结婚纪念日当天 他才说 我们明天去接女儿回来吧 他不知道 他这辈子都见不到女儿了 就连我 他马上也就见不到了 在医院的副医层 我拨通柳如烟的电话 那便率先传来他不耐的声音 不是都说了 我今天会晚点回去 你不用一直打电话 手上拿着的两张纸 忽然变得千斤重 原本有很多想说的话 最后却化成了一句 如烟 我和女儿在医院 你现在能过来吗 提到女儿 她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 你陪着她就行 我现在走不开 做完检查你就带她去玩 我答应给她带礼物了 我现在有点忙 晚上回去再说 等 话还没出口 耳边传出盲音 我维持这个动作许久 直到电梯又送下来了一个人 我最后再看了一眼 手中的单子 一张是我被确诊了胃癌的报告单 而另一张证明上面写着 我女儿好不容易等来的心脏 被人花高价截走 受益人的名字 是柳如烟白月光的儿子 而我们的女儿 这次意外发病 没能救回来 她的生命永远地停在了六岁 我转身进了停尸房 处处苍白地躺在那里 安静地跟睡着了一样 可不应该这样的 我的处处不应该这么安静的 我握住了她的小手 处处别怕 有爸爸陪着你 爸爸带你回家 我和柳如烟结婚已经八年了 我喜欢她已经有十年了 可我知道 她一开始并不喜欢我 她是为了弃江淮川 才和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她兄弟闪婚 我不想让她后悔嫁给我 于是我全力让自己做一个完美丈夫 哄她开心 让她信任我 用了八年的时间让她对我敞开心扉 我没有女儿 家人都还安好 本以为我们会成为世界上最最普通的三口之家 可我们的女儿因为心脏病离开了 我又被查出了胃癌晚期 苦心经营的一切 全部都化成了泡影 我还知道柳如烟那么着急 是因为她白月光的儿子才做完手术 她要陪着 而那颗本该属于初初的心脏 也是她花钱买过去的 我带初初回了家 从殡仪馆回来之后 初初变成了一个粉色的小盒子 很轻 比她刚生下来的时候还轻 我抱着初初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才想起来还要给柳如烟准备晚饭 初初从三岁时检查出心脏病之后 我就放弃了事业 专门来照顾两人生活 我做了一桌子的菜 等她到很晚 眼看着饭菜快凉了 我又给她打了电话过去 叫她回来吃饭 她声音带着歉意 抱歉 姜果 我忘了和你说了 我今天可能回不去了 你和初初先吃吧 不用等我了 我看向对面的初初 又给她加了一块糖醋排骨 初初 都是你爱吃的菜 今天你可得多吃点 耳边又传出小男孩的声音 阿姨 我手胀胀的 我好难受啊 来了来了 你不要乱动 她关切的声音在寂静的客厅格外刺耳 不跟你们说了 我这边有事 先挂了 耳边传来盲音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被挂断了 但是我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半个月前 她的白月光离婚带着儿子回国的那天起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初初在梦里哭着叫我 爸爸 为什么我的身体还不好啊 我不想只待在一个地方 我想出去 我也想和别的小朋友一样 到处玩 我也想去游乐园 我也想去看大海 她哭着哭着 然后慢慢地在眼前消失 一张小脸上面满是惶恐 我从梦中惊醒 泪流满面 因为病情的原因 所以我们很很少带她出远门玩耍 就连稍微剧烈一点的运动 都不敢让她冒风险 她比其他的孩子要懂事得多 只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犹豫之下 我还是决定把初初的事当面告诉她 第二天早晨 做了早餐到了她公司 只是却被告知 她到中午的时候才会回公司 于是等到中午的时候 我又重新做了一份去公司找她 柳如烟的胃也不好 前几年的时候 她总是很拼命 似乎想证明些什么 忙起来的时候 总是忘了吃饭 应酬起来喝酒又喝得很 有一次 甚至把胃都喝出血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不管是再忙 我都会亲自给她送吃的 到了她公司楼下 问了前台小妹 她回来了 我才上去 我来过柳如烟公司很多次 和公司的人 基本上都混了个脸熟 他们公司氛围好 所以他们员工也经常打去她 刘总 你什么时候换老公啊 记得通知医生啊 柳如烟这时候就会大方地揽住我的胳膊 这么好的老公 我才舍不得呢 那时候我也曾以为我们能一辈子走下去的 总会有人给你义无反顾的偏爱 可没人说过 是有期限的 走到她办公室的门口 里面的嬉笑声让我在门口站定 柳如烟脸上挂着温和的笑 这样的笑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 三个人聊得很投入 即使我没有刻意躲避 他们也没有发现我 而此时此刻 江淮川把我早上留下来的饭盒递到柳如烟面前 很好吃 谢谢款待 江玄 还不谢谢阿姨坐在沙发上的小男孩 猛地崩了起来扑进她的怀中 轻腻地蹭了蹭她的肚子 谢谢阿姨 很好吃 柳如烟笑着 宠腻地摸上她的脑袋 这一幕格外刺眼 他们三个就像是温馨的一家人 江淮川还想说些什么 然后就瞥见了站在门口的 她满眼惊喜 哥 江淮川这么多天还是没变 喜欢盯着那张伪善的脸 装出和你关系很好的样子 她快步朝我走来 我也往里走了两步 哥 好久不见了 她在看见我手上的饭盒之后 愣了一下 你来给如烟送饭吗 她嬉皮笑脸地 笑着说起了那顿早餐 真是不知道你的手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我的儿子刚做完手术 你做的早餐挺合适的 所以就给她吃了 这次也是特殊情况 不然也不会全部喝光了 她不好意思一笑 我也尝了一下 你手艺确实不错 要是可以的话 你愿不愿意多做一份 我可以给你报酬的 我不愿意 我盯着那个小男孩胸口的位置 那颗心脏 本来应该是放在我女儿身体里的 怎么不算 渐渐害死我女儿的仇人呢 我还得恭恭敬敬伺候她 怎么可能 只是还没等我说话 柳如烟走过来 自然地从我手中接过饭盒 要什么报酬 给小孩子的喝的 将过不会那么小气的 明天过来喝就行了 我也像他们一样笑着 可心中除了愤怒 还有不甘心 我忽然不想告诉她真相了 凭什么我们的女儿 已经醒不来了 她却在这里陪着别人的孩子 一个计划在我脑海中慢慢浮现 我看向柳如烟 明天我不来送了 我准备带着初出回老家 两人结识轮了一下 将淮川笑道 要不是我儿子刚做完手术 不然也得带着他去乡下玩两天 避避暑 她儿子却在此时说了一句 我才不去乡下呢 臭死了 将淮川脸上有些怪不住 拖着她儿子到一边教育去了 柳如烟并没有意义 好啊 刚好放暑假了 你带初初好好玩玩 你不去吗 她愣了一下 有些为难 笨 你知道的 我不能离开公司太久的 还是你们去吧 我没有强求 也没有把话说开 我只是想知道 到时候她知道 这是最后一次见女儿的机会 她会不会后悔 晚上的时候 柳如烟还是没有回去 她给我的说辞是 反正你们明天就要走了 我不想一起来看见的 只是一个空荡的房间晚上躺在床上时 我感觉我的世界从来都没有这么安静过 虽然早就和女儿分房睡了 但有时候她总是会跑来我们房间 处处没有因为得病就郁郁寡欢 相反 很多时候 她都是我们两个的开心果 她跳上床 为了不让自己被赶出去 她先是抱着柳如烟亲一口 我爱妈妈 然后又转头在我脸上来一口 我也爱爸爸每次 空气中都漂浮着幸福的气味 一个电话却在这时候打断了我的回忆 是医院打来的 电话里 医生苦口婆心劝我 你现在还来得及 赶紧来医院接受治疗沉默了许久 我最终告诉她我过几天再去 我没告诉她 我不想治了 以前初初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多 她知道我胃经常不舒服 还会劝我和她一起去看医生 可是从她死掉的那天开始 我就已经不打算治了 我起了个大早 带着处处搭车回了老家 妈妈在老家一个人带着外婆生活 见到我 她很惊讶 因为我就算回来都会提前通知她的 许久未见 她显得有些局促 来了 怎么没带小孩子过来玩啊 老一辈的人总是擅长用孩子来挑起话题 但这一刻我的鼻子却酸了 我哽咽出声 来了 我从背包里面拿出那个粉色的盒子展示在她面前 她脸上的局促被震惊和无措取代 最后我们把初初葬在了靠近小溪的一块地上 这里虽然看不见海 但是她能天天看见小溪流 到了这一刻 我再也忍不住跪在了地上 初初 爸爸会带你去看海的 两久 我才感觉我妈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都会过去的 这句熟悉的话再次让我泣不成声 当年 爸妈离婚的时候 我妈也是这样安慰我的 她说都会过去的 我爸在外面打工 和别人好上网 过年回来就要和我妈提离婚 我妈知道留不住 没有吵也没有闹 就这样分开了 我跟着我妈 而我因为性子老是不讨喜 在读书的时候 自然而然成为了那个被霸凌的对象 在知道我不会告状之后 他们更是变本加厉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上高中 才真正结束 那一次我被欺负的时候 是学生会主席用主席帮我赶跑了他们 而那个人 就是小我三岁的柳如烟 因为他 我平静地度过了高中生活 我开始拼命努力 想要靠近他 可当我把自己准备好 想要和他来一次正式的见面时 还是晚了一步 有人比我更先接近了他 我那个被养得自信又阳光的 同夫一母的弟弟 江淮川 处理完这一切 我就决定要回去了 我和我妈说不上亲近 待久了反而不自在 没有告诉他我生病的事情 他一个人照顾外婆 本来就很不容易了 只是硬塞给了他一点钱 足够他们下半辈子的生活了 离开的时候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沉默了很久 我转身的时候 他忽然又叫住了我 你 自己多注意身体回去之后 刚到小区门口 我就看见柳如烟 带着江淮川和他儿子 在小区里面晃荡 有说有笑的 我的脚步被钉在了原地 我不在的这几天 他们已经如此无所顾忌了吗 他们在一处绿化带边上停住 正说着话 草里面忽然跳出来 一只脏兮兮的小狗 江淮川的儿子率先发现了他 小狗分不清好坏 摇着尾巴朝他靠近 江玄满眼兴奋 然后他就抬脚去踹小狗 脸上是得意的笑 柳如烟发现了他的动作 细心地将他拉到一边 温柔劝导 不能这样子 小心他会咬你的 小狗吃痛朝他呲牙 这副动作激起了 小孩子的好胜心 抬脚又要踹在他身上 小狗害怕地到处乱跑 最后居然误打误撞地 跑到了我的脚边 这时 他们才注意到我 小狗害怕地在我脚边乱拱 我顺手就将他抱了起来 他像是知道自己安全了 居然安静了下来 柳如烟看见我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解释到 江玄要定期复查 他们要租房 我们这里离医院进 所以我带他们来看看 我没有回复他的话 而是定定地看着 怀里的小狗 怎么把自己搞得 这么脏兮兮的 跟我回家好不好 再抬头 柳如烟脸色难看得要命 最终 那只狗还是被我带回了家 我给他洗了个澡 把毛渐渐吹干的时候 才发现是一只可爱的撒摩耶 我有片刻的狮神 因为初初和我说过 他最喜欢的小狗 就是撒摩耶 耳边旁佛传来了 他脆声声的嗓音 因为撒摩耶笑起来很好看 像小天使一样 一看见他 我就感觉自己也很开心 冥冥之中 他就像是上天 赐给我的一份礼物 我正要把他抱起来 胃部一阵静磷 血腥味逐渐蔓延 强忍着把不是压了下去 身后传来柳如烟 带着冷意的声音 你是不是故意 不给我好脸色看 我都说了 只是带他们看房子 我顿了顿 声音平静 我也 只是看他很可怜而已 柳如烟似乎觉得 我实在强刺多理 愤愤道 江国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明白我哪里变了 不想与他争辩 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一般把洗干净的小狗 举在他面前 洗干净了是不是很可爱 初初说他最喜欢的小狗 就是萨摩耶 只是一瞬间 柳如烟的脸色就变了 我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我回来这么久了 要不是我提起 他根本就没有发现 初初没有和我一起回来 他问我初初怎么没有一起 对此 我撒下了一个谎 但又不算谎言 我说我把他交给我妈带了 他会好好照顾他的 对于我说的 他丝毫没有疑问 在生活的这些事情上 他都是听我的 也许正是因为在这些事情上 让我产生了 他是爱我的错觉 可我其实不知道 他对我的感情 到底有多少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但曾经他深爱过的 那人出现的时候 那些看起来美好 一击就破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没有主动去抱他 胃部刀割一般的疼痛 最近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他们都说 卫视情绪器官 这句话一点没错 少见的 柳如烟主动贴上了我的后背 他问我 姜果 你怎么不抱着我睡了 不舒服吗 我抢压下不是 平躺着 没有 我在想事情 想什么 我在想你以前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他嫁给我的时候 自己发了事 说他嫁给我 绝对不是因为赌气 他绝对不会后悔的 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轻轻地把脑袋 靠在我怀里 语气坚定又真挚 当然是真的 我不骗你 你这么好 我舍不得是吗 胃部的疼痛 时刻在提醒我 会死去 要是我死了 你会不会毫不犹豫地 转头成为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母亲呢 我看见了江淮川的朋友圈 照片里 他牵着江璇在游乐场门口 笑得很开心 配文 原来游乐园好玩 是要有人陪着 另一边牵着他儿子的人 被截掉了 只留下了牵着他的手 那只手上 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 我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把那条朋友圈截图 又在我准备好的时光信封上面 更新了一条 晚上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柳如烟忽然提起了女儿 我今天给女儿打来的电话 不知道是对什么着迷了 也不愿接我的电话 我只是回来的恩 就继续埋头吃饭 他又说 等初初暑假过得差不多了 把他接回来去游乐园玩一下吧 他之前一直想去 我的手顿了一下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那张照片 我为易景 吃下去的东西翻涌着想要跑出来 我去一下厕所关门 我在卫生间里面狂吐 刚吃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 可还是止不住的呕吐 直到最后 马桶里落下了触目惊心的红色 门边传来小狗急切的巴门声 又吐了一会儿 胃才平静下来 刚按下冲水键 柳如烟就把卫生间门打开了 你在干嘛 我朝他刺牙 没事 最近上火了 牙龈出血 他定定地看了我两秒 饭快凉了说完 他就转身回去了 我把没冲干净的马桶又冲了一遍 那天之后 胃疼的症状越来越频繁 本来想着天气好 带小狗出去逛一圈 结果刚到楼下 胃部疼痛难忍 把小狗放在家里后 我去了医院 开完止疼药 我正准备离开 却看见了预想不到的人 本应该待在公司的柳如烟 陪着江淮川和他儿子 复诊 或许是因为身体状况又好了一些 他们在笑 很温馨 就像是一家人 也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直白 柳如烟侧头刚好与我对视 隔着一条走廊 我们遥遥相望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 我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了那个地方 我在家里疯狂翻找 可怎么也没有找到他说的 要补偿给楚楚的玩具 我没有看错 将选手上拿着的 是他原本要给楚楚的玩具 又吐血了 胃里脚痛的难受 小狗着急地在我身边转圈圈 等到柳如烟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把血迹收拾干净了 他的眼睛不敢看我 我可以解释的 没等他继续 我打断 嗯 我理解的 他们对国内的医院没你熟悉 帮个忙而已 他张了张了 确定了我没有生气 才在旁边坐下 你今天去医院干什么了 我招呼小狗过来 听网上要给宠物驱虫 我以为是医院就能买到 结果没有柳如烟 没有丝毫怀疑 只是 你不应该把楚楚的玩具给他 柳如烟脸上出现窘迫 他不愿意去医院 要玩具才肯 我重新给楚楚准备一份最好的 我没有回应 他就靠在了我的肩上 一手用力地抱住了我 姜果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你放心 永远 他忽然把唇敷了上来 眼中带着几次情欲 姜果 吻我 我们很久都没有亲密了 他很少主动 要是以前我可能会很高兴 可闻见他身上那股淡淡的属于 将淮川的香水味 他就觉得立马要吐出来了 我偏过头 第一次拒绝了他 我在小区遛狗 巧约了将淮川父子俩 他要请我去附近的咖啡店喝两杯 顺便叙叙旧 小狗不能进 我把他放在了门外刚好能看见的位置 将淮川点了两杯咖啡 笑着把其中一杯递到了我面前 哥 我都回来这么久了 还没有好好和你聊聊天呢 看到你现在生活幸福美满 我真心为你高兴我没有接他的话 这里的气味太浓 我怕我吐出来 我于光瞥见他儿子走到了小狗那边 有些不安 我知道你对我有敌意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家如烟 他愿意不计前嫌帮助我 我冷漠地看着他 他这个人最不会掩饰自己的野心 他想要什么全部都写在脸上 他自信也自负 就像现在 他满脸都写着 我要来抢你老婆了 门外 江璇开始对小狗上下棋手 有机会的话 陈奔的拳头砸在将淮川的脸上 他强行闭嘴 咖啡厅里的目光朝我们聚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还要开口 哥 我一把牵住了他的嘴 他又羞又愤 连我的手都没办法挣脱 怎么 当小白脸当久了 拳头都不会用啊 男小三还真是少见 我没找你 你居然还敢当面来挑衅我 周遭的声音开始变得难听 而江璇也注意到了这边 哭着就跑了过来 尖利刺耳的嗓音在耳边回荡 令人心烦 对比之下 我的初初简直就是天使 我松开了他的嘴 他脸已经憋得通红 眼神也变了 哥 你只是我的替身而已 他笑了 我是他一辈子的白月光 你赢不了我的 那就 走着瞧 他看我的眼神是不自量力 白月光固然难忘 可他争得过死人吗 刚走两步 我就看见了委屈巴巴的小狗 我猛然回头 警告江淮川 你儿子要是还管不住手碰我的狗 你信不信我把他手指剁了 结果 第二天我在小区里面遛狗时 又遇见了两人 本想避开 却被叫住 哥 昨天确实是我儿子不对 我让他给你道歉 江淮被扯到前面 他低着头 对不起叔叔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他又拿出一根小零食 想要喂给小狗 这是给小狗的赔礼 原谅我吧 小狗正要凑上去吃他的零食 立马将他拉开 不要吃这种人给的东西 谁知道有没有下毒 没去看两人的表情 静止离开 止疼药很快就吃完了 我想去医院开药 但是不能带宠物进去 刚好柳如烟要在家里休息一天 于是我让他帮忙照看一下 我骗他自己要去宠物医院给他拿药 没想到我回家时 我的狗死了 我颤抖着手掰开他的嘴 还残留着大量的巧克力碎 我猜到是谁干的了 也猜到我不在家的时候 柳如烟都让谁进来了 想要去找两人理论 但又觉得没意思 小狗安静地躺在地上 就和那天的初初一样 我才想起来 还没来得给他取名字 既然你走了 那就去找初初吧 他会给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还没说什么 柳如烟急着为两人开脱 小孩子不懂事 不知道小狗不能吃巧克力 只是一条狗而已 不要闹得那么不愉快 好 我知道了我的冷静 让他有些意外 我又说 如果他害死的是我们的孩子呢 也可以用不懂事来当作借口嘛 柳如烟愣住了 有些生气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我们的宝贝就是被他渐渐害死的 我盯着小狗 像是自言自语 死了就死了吧 那就埋了 让他好好走 小狗走了之后的周一 是我和柳如烟的结婚纪念日 他早早地下了班 主动包揽了下厨的任务 准备了很多我们两个人爱吃的东西 他不知道我看见那些食物就会想吐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坐在餐桌前点亮了蜡烛 烛光 音乐 香气四溢的饭菜 氛围刚刚好 柳如烟味给我倒了一杯红酒 为我们的纪念日干杯 然后他说 江国 我想出出了 明天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吧 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喝了一小口酒 胃部就灼烧起来 正准备下一步 电话卡得很准 柳如烟慌张了 他按开了免提 如烟 江璇他打不通他妈妈的电话 闹着要自杀 你能过来看看他吗 那边传来细密的哭声 妈妈 为什么你不要我了 我和柳如烟对上视线 他要离开 江国 很近的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你等我 我马上回来 一定不会错过我们纪念日的他走了 世界瞬间寂静下来 我开始思考他之前的话 他好像是爱我的 可他既然爱我 为什么又要去找他们呢 就因为他的孩子没妈 如柳如烟所愿 我等了他很久 等到饭菜都凉了 他也没有回来 最后我等到了将淮川的朋友圈 仅我可见 这次没有任何的遮挡截图 赤裸裸的像是在宣告自己的胜利 佩文 我们很快就能是一家人了 然后 我的医生打了电话过来 你要是还不过来接受治疗的话 可能就剩两个月时间了 两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最后两个月的时间足够我带着初出到处转转了 那些痛也该让他尝尝了 整理好行李 带着初出的照片 连夜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带着初出走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他因为生病没能看到世界 我带他看了 在出来第二个月的时候 柳如烟开始给我打电话 我一个没接 医生说我最多还能活两个月 可我还是撑到了第三个月 最后的日子里 我找到了一座海滨小城 在一个最平凡的早晨 我带着初出去海边看了日出 天边朝霞夺目 在最后的晨曦中 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最后听见的是 手机上面传来的发送成功的信息 那些记录在时光信封里的东西 全部发给了柳如烟 我要他一辈子都很自己 活在愧疚中和忏悔中 最后的最后 我看见远处的女儿在朝我招手 他笑得很开心 柳如烟视角 那天将悬直到凌晨才睡着 等我回去的时候 只看见了江国留给我的字条 他说他带着初出去旅游了 他应该是生气了 我没说什么 也没有去找 等他们散心回来 应该就好了 可一个月之后 他们还是没有回来 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打他的电话也打不通 最后我把电话 打给他妈妈的时候 他说初出在他那里 我没心一跳 赶紧去了他老家 江国是故意这么骗我的吗 他怎么能把初出 一个人丢在老家这么久 可当我到了之后 他妈妈告诉我 初出死了 他还带我看了初出的坟 我不信 他们肯定是联合起来 一起骗我的 我的初出状态一直很好 于是我开始到处找消失的江国 终于被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有人说看见过这么一个人 在景区经过 他确实在旅游 但他们都说只有他一个人 他果然做足了准备 把初出藏得这么好 过了好久 我终于找到了他 他在一个海滨城市住下了 我马不停蹄地往那边赶 却在刚下飞机的时候 连续地跳出好几条消息 本以为是骚扰短信准备化掉 结果最后面一条让我直接愣住 7月10号情 我们的初出走了 看完了他留下来的所有东西 我彻底崩溃了 害死我们女儿的人原来是我 原来江国是生病了 我发了疯一般赶紧往江国那边赶去 可到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 江国的身体已经被火化 按照本人的意愿全部扔进了海里 我站在海边好久 泪水止不住地溜 我跨进海水里 衣服被打湿 猛然一个海浪拍到我身上 我又退了回去 我害怕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江国他肯定不想见我的 不然他怎么走得那么急 回去后 我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 整日翻看我们的合照 我还给初出买了很多新玩具 我也不敢去看他 那些玩具在家里越堆越多 门被敲响 是江淮川父子俩 他们应该也知道了那些事 看着完好的江玄 我心中涌出了一股恨意 那颗属于我们女儿的心脏 在她的身体里跳动 江淮川语气难过 割得是谁也没想到 但是如烟 我们现在可以没有阻拦的在一起了 重新开始 我们一起生活 我看着他嘀嘀地笑了 可以啊 那你让你儿子把心脏还给我女儿 把命还了 我们就在一起 他一脸惊恐地带着江玄离开了 我搬到公司住了 在家里会让我整夜都睡不着 我开始拼命工作 员工不知道我怎么了 他们说 刘总 你这么糟蹋身体 像先生会心疼死 我扔了一下回复 没有人会心疼我了 可及时我拼命工作 公司的收入却好像越来越差了 接待完客户 我又在办公室喝起了酒 一瓶接着一瓶 庞佛只有这样才不会那么痛苦 秘书打开门进来 满脸不解 刘总 你不能再喝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才发现办公室的地面上 全部都是喝空的酒瓶 但我不记得自己喝了那么多 我不理会她 继续喝 小姑娘一把抓住了 我手中的酒瓶 要是您先生知道了 她肯定会很难过的 我愣了愣神 泪水模糊了视线 可是 她一个月前就已经死了 她震惊了下 不说话了 我问她 你说她最后走的时候 想的是什么 她吐了那么多次血 我都没发现 她那时候又是什么心情 还有我们的女儿 她抱着她冰冷的尸体时 她想的又是讹什么呢 小姑娘看我的眼神满眼悲伤 最后她忍不住出去了 公司的人渐渐离职了 我坐在办公室喝酒的时候 秘书进来了 刘总 最新的那个合作项目 我掀起眼皮看着她 你怎么还不离职 我公司已经 小姑娘忽然红了眼 我不想看见您这样 她是跟了很久的秘书 她对我倒是有几分真情实意 我沉默地又喝了一大口酒 而这时 胃部一阵脚痛 血腥味涌上猴头 面前吐了一大口血 我的意识开始不清醒 只记得秘书慌张地朝我跑来 在医院醒来的时候 秘书在我床边哭 她说我得了胃癌 我一下就想到了你 医生让我留下来治疗 我拒绝了 甚至还有一点开心 因为我得了和你一样的病 我可以体验一遍你受过的痛苦 公司和资产都交给那个小姑娘了 我按着你的路线开始旅游 我能感觉到生命的流逝 我开始吐血 然后吃不下东西 人变得越来越瘦 体会到了 你说的那种很痛很痛的感觉 你以前瘦得那么明显 可我好像完全没有发现 我都干了些什么 最后 我也像你一样 到了那座海滨城市 只不过 那座小城的人 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好像并不怎么待见我 我和你坐在了同样的位置看海 医生说 我最多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现在也像你一样 把这些痛苦都体验一遍了 初初和你能原谅我吗 我看着远处的夕阳 缓缓被黑色取代 心想 你们等等我 我马上就来了 我们一家人要好好地在一起 全文完 你们先 Foreign 所有 Panama 就是